它完全是钻过去的 过来了 它在这个战道上往下看的是一览无余 它这一处的山路全都是这种战道 山路没有遮挡物 可以让我们更好的欣赏景色 它这一处的战道可以说是悬崖峭壁 它是在打石的一侧 我们走在这个玄空战道上 四处是风景 我们往下看 我们走上山的路 根本就看不到这种漂亮的景色 这里的景色和我们上山时来的景色 是天差地别 那里的人文景观比较多一些 当年秦始皇他去泰山封散 他也是来到过这个翼山 这一段路比较平顺 两旁的树木也多了起来 哇 起风了 我上山的时候特别特别的热 这是线路图 带往前面走300米 就是单玩风 开始走 上山之后呢 再走的话 它的路呢 就没有特别陡峭的山路 都比较的平顺 哇 哇 这个山路 它两侧呢 好像没有 没有说依靠的 这个一山景色呢 真是没得说 但是呢 它那么出名 又好像不那么出名 我现在所走的这处战道呢 它两侧没有任何的依靠 往那个方向去 这个呢 是一个刚结构架起来的观景台 大家一定要小心 我们待会要去这个地方 这个石刻这个地方 下面呢 是绵延好几个小山丘 夏天爬山呢 真是太爽了 你看我这头上 在我来之前 还有上山时候呢 我真的没想到 在它山的另一侧 它这里景色呢 是那么的棒 哇 真是太棒了 这里全都是 玄空架起来的战道 特别像我们在周城护驾山 之前护驾山所走的那个战道 只不过那个山比较小一点 我现在我在这条战道上 我待了好大一回 其实来山东来玩的话 这里的景点还是比较集中 比如这个周城 还有区府 它靠得非常近 还有济南 泰安 泰山 也都是几处非常大的景点 它两侧景色呢 完全就像一幅画一样 非常非常的美丽 哇 它这一树山路已经换成这种 我现在呢 是一个手拍摄 一个手扶栏杆 非常非常多 我都不敢往下看 哇 哇 它应该是这两处不好架路 所以架了一个这个铁板桥 哇 这里应该就不是那种战道了 全都换成了这种路 它这一路呢 非常非常多 我感觉这是我爬这种山最陡的地方 它这种山路呢 应该就是直接在这个大石上 在这种大石上 直接凿出来的 看这种 痕迹 直接凿出来的 哇 非常非常的不好下 这路太窄了 也太陡了 我只能一个手抓着铁栏杆 看一下山下 哇 哇 哇 这道路呢 非常不长 特别短 这道特别陡 我感觉如果爬的话还好些 好 现在我们接着往前去 我的天哪 它又是这种路 这一处非常有意思 它非常窄 你需要钻过去 我们已经走过了好几个这种地方 钻过去 小心的钻过去 非常滑 哇 哇 爬过来了 然后爬来之后呢 还要过一段非常陡峭的路 又是这种 其实这个 我们现在 所走这条路呢 比我们上山路呢 要有意思一点 它这一路呢 老是变化 一会是非常陡峭 一会是没有路 接着往前走 走过去 还要钻一个隧道 已经走过来了 前面呢 还有非常棒的景色 和非常好玩的地方 接着往前面去 再次